上支天文 下支地理 我是戴立岡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昨天台铁的新车普悠马列车 从基隆港下船了 风风光光的准备要开进我们的七堵车站了 但是这风光下来之后 火车进到了基隆 大家就在观望着说 怎么七堵站还看不到这列火车呢 结果火车居然卡在基隆火车站的月台旁边 怎么我们全新的列车才送进港 就已经刮伤了 你想想看你一部新车才开到家门口 就被自己的墙壁给刮到 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下 请到几位来宾 第一位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立岡观众朋友晚安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立岡好 各位晚安 资深媒体人邱明玉 立岡好 大家好 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有化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昨天的时候 这普悠码号大家非常的期待 而且台铁还开放给记者 跟所有的铁道迷来参观 但是这一参观 大家看到了一出闹剧 对 你要想 台铁花了106亿 采购这个17列的普悠码号 大家是引领期盼的他来 结果他来到我们的基隆 也不过才十几个小时 好 现在你还号召了这么多的铁道迷 一起来看风光的试车 结果从基隆要这个临港线 这条线是临港线 要开到哪呢 开到你刚刚讲的七度 你看看大家一致排开 列队来欢迎这个倾斜式的普悠码号 那你想那些的所谓的火车迷 是不是都很开心 好啦 就像你说的下午3点半的时候 他们预计半小时 就可以从基隆的临港线 就基隆月台这边出发 然后到了七度 结果半小时 原本就短短半小时的试车 怎么大家都看不到他去七度 因为他卡住了 卡住太胖了 他卡在哪 我告诉你 他才出发5分钟 5分钟他就卡在了基隆2B的月台 这个月台为什么会卡住呢 原因是这样子 原因是当时他的第二节车厢 在经过了这个月台的末端的时候 大家请看 第二节车厢 在经过月台的末端的时候呢 因为这是有一个弧度的 所以前面都还OK OK 结果经过在这个弧度这边 大家请看 这不是有个弧度 本来都还OK 结果车头过了 对 车头过第二列车厢 第二节车厢出问题了 你看这次都有个弧度 对 好啦 那就到这边的时候 第二节车厢 它的一个机电控制器的保护网呢 就卡 去刮到了 大家一看 不过刮到 但也撸过去了嘛 就这个 对 就这个 但它虽然刮到 但是我讲它已经撸过去了 前新车子才开回家 马上就刮伤了 80公分耶你看 那不过它路过去大家想说 捏一把冷汗 那这样 结果咧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当鸵鸟喔 第四节在过去的时候 卡 动不了了 就开了 为什么 当然也不是说火车动不了 因为火车硬要过还是过得了 所以台阶一看不行啊 这得喊卡啊 所以第四节车厢跟第二节车厢 它们的机电的控制器保护网 全部受伤 我们讲LATSA啦 都是80公分 大家看一下 我放大给大家看 在这边 有没有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机电控制箱的一个保护网 当然啦 是没有伤到车的本体啦 但这个东西 也是很 会让人家觉得 怎么我才第一天试车 这出师不利啊 是不是 80公分 好啦 那大家就要去探究原因 那我刚才已经讲了嘛 就说因为 好 我们回到第一张图 就是因为这个火车 他们就讲 你跟月台太近了嘛 那怎么办呢 把月台打掉啊 我就把月台打了嘛 你有听过一句成语叫做 薛足士旅嘛 我把鞋子打掉 然后来适合你这双脚 好 它怎么打呢 因为我刚才讲到 磨道的是这一段 所以他们就拿电钻 打了2到3公尺长 2到3公尺长 然后大概内缩了5公分 就让他过去了 好 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知道折腾了多久吗 50分钟 50分钟 那折腾这50分钟之后 其实很多人看了都傻眼 然后很多的网友就开始骂 很多学者开始骂 有的网友讲说 这也太扯了吧 你第一天吃车就搞成这样子 你突然在打月台了 我跟你说 你在众目睽睽睽像这样子打 你知道这有多丢人吗 那学者就开始骂 就说 你如果今天 普悠马他从 普悠马是从树林到花莲 那你这一段 你是不是全部都得去检修 你都得去看说普悠马 能不能过得了 有弯道的月台 跟有弯道的路线 台铁也讲了 台铁说 我两天之内 我就把它全部检查完毕 意思就是说 很有信心这样子 可是有人讲 你两天之内 就能够把它全部检查完毕 但是如果你检查完毕 真的都得打呢 立刚 你如果真的都得打那五公分的话 没关系 年底一定打得完的 好 OK 打完 立刚让我问你 就算打完了 那其他的列车走 其他列车走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脚就要踩宽一点 才能降的车 好 来 我放大给大家看 你看 如果今天他 离他太近 好 我把它打 打小一点 那别的列车本来是刚好的 那是不是变宽了 那以后大家 过这个所谓的月台 到火车上的时候 是不是就很危险 不过台铁他讲 好 没关系 反正我们就是会检修 他甚至还讲了一个事情 他说也有可能 是因为我们基隆的临港限制 2006年就已经废限了 所以我们这次 为了让普悠马试车 我们是轨道重新铺设 可是铺设的时候 可能没有铺好 才会有这样的现象 好 不管你台铁怎么说 总之的话 你这次真的是糗大了 哇 天啊 你这没有铺好轨道 跟月台距离太近 这种话你也敢说得出来 火车这个东西 算计是非常的精密 插湿小米 湿脂可是千里 这样子一下去 普悠马肚子渴就受伤了 但是国营企业的台铁 可是所有国营企业 年终领最多的 没有错 立刚 现在韩国最有名的叫 奥巴卡南style 这个 这就是我们的奥巴 台铁style 为什么 一辈子你看人家 注意 普通 普通车 日本的新干线 普通列车 不对 这日本国铁的普通列车 国铁 还不是新干线 是一般的普通列车 还不到新干线水水 没有 立刚你真专家啦 距离 你看 密合度 漂漂亮亮 漂漂亮亮 而且全国皆一致 来看我们的台铁 这个好像还不是普通车喔 间距这么大 这么大 好啦 你看 如果碰到有轮椅的 就是说行动不变人事 我们还要请战务长 他爱心把它推上去 而且这个间距都不太一样 还要弄个铁板 推轮椅上去了 没有错 这个不仅仅是刚刚中博讲的 削足势旅 而且我们台湾 这么短的一段 就算从北到南 你都取不到一定的标准 这代表我们的工业精密度不够 也就是工准度不够 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问题 今天普悠玛才会这样发生 刮伤的事件 台铁这样子蛮含这样干 还不是第一桩 前天 前天跟昨天晚上 都发生了 堂堂台北车站 台北车站 你看这在干嘛 这是在干什么 修漏水啊 漏水啊 对不对 不是这是粪水 这留下来是粪水喔 排粪管给堵了 很臭耶 你看有下大雨吗 没啊 这两天 好天气 因为我们不是专家 我们认为说一定是下大雨 所以把水管给弄满了 造成毁堵 对不对 是不是排粪管跟排水管是同一条管子 没有 分开的 所以就算是下大雨 排粪管也不会给堵到 对不对 是啊 台铁台北车站的主要大楼 前两年才经过重新整修 弄得更漂漂亮亮 结果你好了 排粪管堵了 你看穿高跟鞋的上班族的女士 都要这样把什么 把脚给抬起来 因为地上淹了两三公分的水 而且不只台铁 就是台北车站的一楼烟 地下一楼的西北区 也都冒出粪水 臭气冲天 你知道后来怎么解决吗 现在还是只能够尽量 加派清洁人员 而不是把排粪管被堵住的原因 给找出来 你看头痛一痛 脚痛一脚 台铁还是在这样干 好 再来看 台铁今年光是出包出几次 什么过站不停等等 跳电干嘛 最好笑的是这第三个 大家看 志强号跑马 递死车厢 递死车厢 这不是我们打错 特别声明 这个是他的跑马的时候 然后写出一个死 其实他的意思是 第四车厢 好啦 可是可能是战务人员打太快了 注音 关键字 第四 看也不看 第四车厢 把所有旅客都吓坏了 哇 这车厢会死人是不是 其实是第四 你看 这就是说 一个年迈的国营企业 连这么一点小小的跑马灯都会出包 怎么不令人摇头呢 OK 好 我们再来看最重要的 百年老店去年亏了一百亿 也就是说台铁年年亏损 去年到达到最高峰 以前几十 七十八十九十 到去年一百多亿 累计百年老店总共亏了一千亿了 好一千亿了 那我们就算了 国营事业里面总共有十七家 其中编列最多 大家注意 其他奖金部分 我现在讲的不是奖金 年终奖金 是其他奖金就编了七亿八千多万 怎么会编这么多啊 那你的奖金还要多少啊 他现在发现一个弊端就是说很多个案子 因为台铁在很多路段都发生福报 敢供奖金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先故意延宕 后来快到了对不对 这样子 自己计算 比如说三天之内 我们加派一组人马可以做好 好了本来一组做得好 多了这一组 你们也来领 就是有两组人马一起来领 这个才会腐烂到七亿多 而且利刚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台铁不仅仅是公务段 就是说要修 修铁路段的这些主管 他们能够分到奖金 他们连其他的科室的主管 也可以分到 而且每次有案子一出来 要先提拨一到两成的 敢供奖金 到局长的专户里面 局长专户啊 代表我们一定领得到 台铁啊台铁 你国营事业可以这样搞吗 今天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 台铁 你要给国人 一个合理的交代 台铁啊 你一直想要让这个 火车的石沉烟缩短 兼具缩短 整个载客率提升 但是呢 你却很多地方呢 却是出汁滥造 而且呢甚至连你 这种奖金的发泛制度呢 居然都如此的腐烂 但是我们讲到这腐烂啊 最腐烂的是什么 居然是我们的立法委员 我们昨天有提到了 立委光他的薪水之外 有将近200万的福利耶 立委在砍别人的时候 军公教的年终慰问金 可是拿着砸刀去砍 但是呢 立委砍自己的时候呢 却用的是玩具小刀 茗玉 这就是我们的立法委员 我们选出来的耶 那我们就说 你立委大砍别人 你讲得很大声 这样砍砍砍 什么这个也砍 那个也砍 说人家是肥猫 你砍到自己就非常小 那他对自己有多好呢 那我说给大家听 就是说他对自己 尤其是那个 最夸张的是那个立委的办公室 他们很爱装潢 尤其是那个第一届上任的立委 因为他要去接那个 就任立委的那个办公室嘛 有的人会觉得格局不好 有人觉得风水不好 所以呢我进了那个办公室之后 我这个看不顺眼 我这个就拆 那个看不顺眼 我那个就拆 对那我曾经听过 我有个立委朋友 他就进去那个新的办公室之后 因为他们要抽签嘛 每年都要抽签 抽那个办公室 后来他发觉那个格子 人家上一任立委的那个柜子 才用很高级的那个装潢 才装好 而且你要知道立委的办公室 装潢都是立法院出的钱喔 那就是说今天如果我要 我要那个沙发 好那你要给我沙发 我要真皮 我要白色真皮 什么还指定的 对你通通立法院的总务处 通通都要帮我弄好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立委朋友 他就是那个柜子 他看不顺眼 因为他觉得那个柜子 是木头订做的 人家好不容易花了那么多钱 几万块钱做那个木头订做柜子 但是他觉得不顺眼 我要那种会动的 他就大刀阔斧 好你就给我拆 就立刻把那个三万多块的柜子 定做的那个木制柜子 就给拆掉 然后自己再去 再叫立法院再搬一个 那个另外的柜子来 就是再摆 那这种事情 真是说多到说不完 那更夸张的 譬如说每到那个暑假 那他的那个亲戚啊 或是小孩要来立法院打工嘛 那我办公室里 就做不下这个桌椅啊 他又叫那个总务处 就马上你给我搬一套桌椅来 就做不到三个月 然后马上又不要了 那更夸张 所以很多朋友观众不知道的是说呢 其实我们在新店啊 有一个立法院的这个大仓库 通通都是摆这些立委啊 他们很浪费 不要用的那种二手家具 他们不顺眼 他说里面最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立法委员他们做这种 老板的椅子 因为他们常常坐在立法院嘛 他们喜欢做那种 办公椅 对办公椅 可以往后靠的那种 他可能就是做了一个会期 或是做了半年 他不要了 他就把它丢 再换一个椅子 那所以呢 所以他说那个仓库里面 满满的都是那种二手家具 可是就堆在那边 那每个人来 都是要买新的 所以你就说这些东西 都是全民买单 你就知道立委他们有多浪费 哇 听到名誉这么一讲 这些立委你们日子过得还真好啊 我家的沙发仪用三十年耶 桌椅呢 有的用了四十年 你们呢 居然一两年就要换东西 但是立委日子过得好 当然 有些人就开始有些小花样出现啦 有话 好像听说有些立委 还有小三啊 那我们从前跑立法院 这是公开的秘密 说每一个立委 平均是五到八个异性伴侣 五到八个 这么多啊 五到八个 如果跑过立法院的 几乎通通知道 是哪一些立委都有这个德性 那我知道的一个立委呢 那个时候他还有一个会馆 是在现在的中山北路 现在中山北路就是台北市立美术馆旁边 那过去没有拆掉 他也是立法院的会馆 他某位立委了 现在已经不做立委了 他养了两个小三 这两个小三 好 都是他的助理 一个呢 是把他放在所谓的立法院会馆 所谓立法院会馆 就是群权楼隔壁的靠近济南路的那一栋 一个呢 就把他放在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地方 就是说这两个小三 一个人的薪水 那我问了六万块 那个时候 这么多 那个时候只规定 你只能找世袭立委 他世袭里面 一个 找世袭的助理 对 世袭的助理 抱歉 他找世袭的助理 两个是小三 一个是他异性朋友 一个是异性朋友的哥哥 换句话说 这个立委就养了三个小三 那当然 异性朋友 我们不能讲小三 真正跟他是有关系的 是两个小三 所以我们每一次在那个吃饭的时候 他都会把这两个小三带来 一起找来 一起找来 他们根本知道都是彼此的身份 还有一个更那个夸张 到了最后这个立委突然出了事 去搜索的时候 居然搜索出40多个保险套 曾经报纸都有报导 那这是我看过最光怪陆离的 换句话说 你养小三 你用你自己的薪水吗 你怎么可以用公堂 去养两个小三 再养一个异性的朋友 那这个是值得批评的地方 第二个 另外一种变相的 各位或许不太了解 那我举陈水扁 陈水扁是我非常熟的 他过去他有十几个助理 那那个时候规定只有四个助理 好 其他助理是谁养 是某个企业帮他养 然后除了帮他养助理 他的立法委员的服务处 那我现在好就请现任的立委 你摸着良心自己说说看 你们立法委员在地方上很多的 所谓的服务处 请问是你自己养 还是国家出钱 还是企业养 就换句话说 国家已经给你的钱 你就应该自己养 现在连立委的很多服务处 是企业任养 只不过我们不晓得而已 那这些企业任养 你只要不要花到国家的钱 那我无话可讲 可是有一些立委就很恶劣 他找三等亲 找小三 找他自己的朋友 好好在那边弄 结果14席立委 14席立委居然 居然 14席的助理 助理 抱歉 一直讲立委助理 抱歉 14席的助理里面 至少六席 至少六席 是国家花钱养 其他的都有企业任养 其他几乎都有企业任养 那企业任养的结果呢 好 对不起 你的薪资 那剩下这些人的薪资 那我拿了 那我其他十个人呢 就交给你来任养 那换句话说 未来到了暴障的时候 对不起 好 暴障的时候 他还是什么 自己的钱还放在自己口袋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种立委恶不恶劣 那更恶劣的 那我讲我自己的例子 那我自己的例子 就是说 那我到国外 那个立委 请我去办国防外交 好 结果你知道吧 我们到一家军火公司 结果我们发现 我们所有的机票 住五星级的 我们所有在美国的开销 说立法委员 那个32万够吗 绝对不够 结果我发现 居然国防外交交通 还有一个部会 总共四个部会 平均分摊 然后他把国会联络室的主任 把他找来 这些钱你要帮我和销 那换句话说 其他32万他还放在那里 没有动 那他带我们去美国 吃喝玩乐的 到军火公司参观的 通通都是全民买单 原来这样子买单法 他还有利润可以赚啊 立委你还赚得真多呢 不过大家想到逢年过节 三节的时刻一到的时候 明宇立委 有没有好康可以拿呀 你知道吗 其实那种国营单位 最怕是什么时候 就是逢年过节 还有三节 其实他们都会 而且也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刻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到了 譬如说过年 大家要办摩彩活动 对不对 那时候某某办公室 或是某某办公室 立委公会的那种什么单位 他就会行文 是用行文给你 就跟你讲说 请你发给那个 就是国营单位 就是请你来共襄盛举 你听到共襄盛举 这句话 你不要呆呆地以为说 好 我就去出席 其实不是 他就是要叫你捐东西 捐东西 对 他那个行文 其实就是像那种 我们开玩笑就是像 红色炸弹 你红色炸弹来 你就是要去捐东西 而且譬如说你摸彩 他那个摸彩的东西 你不能捐得太小气 譬如说有的那个 那个国营单位很白目 他某一年他就捐那个USB 那个小小的 就那个立委啊 他拿到说 什么 你给我捐那个USB 那小小的 他这个就很小气 那个根本是 拿不到台面上的嘛 他说你最起码要捐什么呢 要捐那个微波炉啦 然后小家电啦 小冰箱 那种看起来很大 又大半的 就说我捐出去 代表我某某立委嘛 我才有面子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曾经就是说 每次你去立法院看 因为立法院 他们都有两间办公室 他们一间办公室 是办公用的 但是你知道逢年过节 你去另外一间办公室 根本就那个礼品堆的 跟小山一样 就是变像那种礼品布嘛 所以他们就会 有的国营单位 就会开开玩笑说 你知道每次接到那个行文 那红色炸弹 就等于就是那种摸彩 就等于是变相勒索的一个行为啦 听到名誉这么一说 我们就心里在淌血啊 我们选出来了立委 居然口袋薄薄 房间满满的 你觉得越危险的地方 会越安全吗 美国警察当了杀手魔头 广告回来告诉你